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竟然能在没有奇迹的情况下连续突破 马上就是宁气十二重了 只是这最后一道劫雷是最厉害的 我知他 九天道宫 又是他们 两个通玄境 若上他们打扰了叶峰突破 极有可能害他修为禁飞 这大怪弹突破的真不是时候 不然布下阵法 他们也不是对手 哟 这不是赤血神朝的公主吗 正愁找到你 正好 今天两条大鱼我一起杀 二汉针绝第三续 你选择你 你也和我针绝 明天 你杀我 岂有那么容易 你竟然压制住了寒毒 老三 你还看着 还不动手 对付个小丫头都这么吃力 老二 你不行啊 尝尝老子的允兵毒火 啊 我若是开了两条灵脉 定将你们杀的片甲不留 看来不用我们动手 他自己就能把自己动死 这是什么 我在 他不会死 他也不死 你 传奇宁气竞十二仇 你什么傻瓜 最有天赋的人 这是我当初突破地井时 贫困出现的锁链 地井蕴含的能量 竟然与截雷中的星空之力相动 我懂了 地井是来自星空的保护 你不死 海突破 凤子 你知道这精灵多厉害吗 放开我 我可不想陪你一起死啊 啊 突破之事 竟然意外感知到了 这个不属于世间的气息 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那就 先叫你白色道气吧 他竟然能以传奇宁气境 突破的毕丹境了 这不可能 对他来说 没什么不可能 傻丫头 让你受苦了 不过 我知道你会救我 传说中鬼手们的天才少主 也不过如此 本命欲绝碎了 竟然有人能杀我的人 我死那日 那诡异的锁链也出现过 如今突破时又出现了 难道这些锁链 是突破极限时 为了束缚而存在的 它和地井 有没有什么联系啊 喂 说要带我出来采莲丹药 怎么这么不专心啊 我采个药而已 没必要跟来吧 不跟着 谁知道你又要惹出什么祸端 那日你真是吓死我了 竟然隐劫雷杀人 万一你要是也死了 我 有九转不灭公仔 我不怕 我怕 我不许你这么不在乎自己的身体 好强的实力 是通宣经以上的高手 是你杀了我的两个手下吧 小天才 我来送你上路了 又是九天刀工 还挺心急 也好 送你们做对王命鸳鸯 公主 赤血神潮的人 伤我赤血神潮的贵人 找死 我 我没 属下来迟 望公主赎罪 使者大人 叛乱一平 尊主 还望公主能尽快回去 要走 父皇竟然派出三位战权 竟使者来接我 想必是不容我拒绝了 我们 还会再见的对吧 我会去找你 一约即成 晚山难足 你要是敢违背誓言 我就用金针扎你 好 叶峰 我等着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道相见 江湖规矩 二八开 第一 我和你不是同道 第二 我从不讲规矩 所有热门都不谓 两点订阅 四点订阅 不谓给你们面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1点订阅 情形 3点订阅 转发 int hit 這個部分 function是一个 3点订阅 分析